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目标一般是在四年翻倍 所以如果你投个十万块 四年后你就拿二十万回来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年大概做个四五个项目 集资大概在一亿到一点五亿之间 那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工作 有 是这样子的 我们让这个投资人的 投资人的 如果你的收入是二十万 或者是与一对夫妇收入是三十万 或者是不包括自己住的房子 不过包括其他的资产 如果是一百万家园 这包括中国的资产或者生意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自己 包括自己住的房子 五百万家园 这些人是属于accredited investor 那这些人最低的投资人是两万五千家园 如果我们的投资人不是accredited investor 那最低额是十五万家园 那我想知道关于这个联合案件 就是这个syndicated mortgage 和你们公司这个之间呢 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说他们的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syndicated mortgage联合案件呢 它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金融产品 那syndicated mortgage呢 这个联合案件是一个债权 你基本上是借钱 把一些人的钱呢集资起来 变成一个案件 来借给这个开发商或者是任何人 那这个联合案件一般呢 我说一般呢 一般是在银行案件之后 所以你可能是在第二案件 那它的利息一般都比较高 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 利息呢是一般来说 应该是8到12% 那样我们的产品呢 我们的投资呢 其实不是债权 我们是equity partner 所以我们其实算是股东合伙人 那样生意好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个 我们的利润是赚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是合伙人 那联合案件呢 因为你是债权 生意好或不好 你都是赚这个利息 一般来说联合案件 这个开发商如果用这个联合案件呢 这个开发商基本上是实力不够雄厚 那与我们合作的开发商是不会用联合案件的 因为联合案件的利息很高 所以基本来说这个开发商是实力稍微有点弱 第二就是地方 他们的地方稍微都偏远一些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好的地方 不过这是极少数 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呢 联合案件的债主赚大概8到12% 那我们呢 行情好的时候呢 赚2到40% 所以我们的那个回报是远远超过这个联合案件 如果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合伙人还是拥有地 因为我们基本上有非常少的银行贷款 基本上我们不要银行贷款 所以我们可以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有这个时间 不过这个联合案件的债主们 如果银行不好的话 开发商付不出这个利息的话 那样他们就得不到这个利息 就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般开发商做一个项目 从头到尾基本上一直都在花钱 一直到做完才收钱 那样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来付这个利息 怎么付呢 他们一般是多代 然后付给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风险于这个回报来看的话 我们是比这个联合案件更好的 比联合案件更好 那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么多 相信观众朋友们 当然还是有疑惑 可能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或者说想知道更多有关你们公司的信息 就是说到底你们公司是怎么来做合伙人 怎么来投资你们公司的项目 那就是说能不能怎么样才能找到你 或者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网址 或者大家可以跟你打电话咨询之类的 最好你可以到我们的网址上面看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我的手机号码是647-988-9820 我一般跟我们的投资人有这一对一的会议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可以比较好的来解答他们的问题 而且每个项目呢 推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都有一些细节需要解释一下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给我一个电话 约个时间我们来个会 来个meeting 那你刚刚也说到了 就是你们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或者有一些新开发的项目啊 或者是以前 就如果是closing的项目 可能已经大家没有办法做投资了 如果是观众朋友们有任何有兴趣 做任何就是关于你们地产投资的项目 都可以找我们的胡光耀先生 也可以找我们的高博地产开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那我们同时呢 屏幕下方也有我们胡光耀先生的联络方式 还有他们公司的网址 有任何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话 都可以找他 那我们非常感谢胡光耀先生 做客我们的专家访谈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